半夜的高雄街头出现大量排队人潮 有的人准备好躺椅在路边休息 也有人躺在地板睡觉 或是打手游打发时间 这些人半夜不在家睡觉 为的就是要抢购限量的纪念酒 每年的话其实大家都会疯狂抢购 因为它是限量的 今年是限量一万 镜头转到台中 民众一大早撑着伞在路边 同样大排长龙 这一支金光神神的龙年纪念酒 在前台各地限量发售 一支价格高达一万一千八百元 华丽的外观造型相当壮观 请民众抢购销售茶 它超大容量3.6公升 一般的酒差不多700毫升 而且它那个瓶子造型很漂亮 而且里面又有一些金箔 很漂亮摆设的话很好看 昨天就是早上先过来这边 然后再回去再换班 然后今天早上再过来这样 除了买限量的纪念酒要排队 还有买一松一的奶茶 同样也要排 买一松一的奶茶 然后试管要自己当劳 然后瓶装的对面包我领 其楼满满的排队人潮 免延数公尺 知名奶茶店 42周年庆迎品买一松一 每位顾客统统不手软 不是好几杯就是好几瓶 人手一大袋满载而归 14瓶4杯 同事集合一起买的 30分钟左右 以为是一个小时 不论是龙年纪念酒还是买一松一的奶茶 都有大批民众愿意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排队 为的就是买到自己喜爱的商品 明日新闻梁志祥 柳安静 庄书亭 台中高雄 综合报道